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AI技术来帮助你更好的运营YouTube频道 那在这之前呢我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YouTube 就是用最简单的话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要去运营一个YouTube频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知道YouTube拥有26亿的月活用户 其实这个数据现在来看可能远远不止26亿啊 为什么因为这个数据的来源应该也是两到三年以前的 那可能目前YouTube的这个月活用户是远远大于26亿的 就是说你可以放心 你就是在YouTube上面是拥有大量的流量的 就是你要知道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是做不管你是做独立站啊 还是做你是做其他的跨境的相关业务 你不能去忽视这个YouTube的运营 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独立站吧 比如说在国内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独立站 他们基本上都有他们自己的YouTube这个频道 然后呢他会在这个YouTube频道上面去发布一些最新的产品的资讯啊 或者说是去发布一些产品的使用教程 然后去做一些就是开箱告诉用户就是说这个产品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就有非常多这样的频道 就是说因为YouTube上面拥有太多的这个用户 就可以去帮你去吸引大量的流量 那除此以外为什么要去注重这个YouTube上面的流量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YouTube是仅次于Google的第二大搜索引擎 就我们知道这个海外用户的使用习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使用习惯可能就是说你可能直接打开某宝 直接在某宝里面去搜索你想要的这个产品 但是呢海外用户的搜索习惯一般来讲啊 他们可能会直接打开Google 在Google里面去搜索他们想要的这个资讯或者说是内容 或者是直接打开YouTube去搜索他们想要的这个内容 使用习惯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YouTube也是仅次于Google的第二大搜索引擎 也就是说其实在YouTube上面是有大量的流量的 就不管你是做独立站亚马逊其他的一些跨境相关业务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不要去忽略YouTube上面的这个流量 但是呢你想要去做好YouTube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在全球呢其实每一分钟就有500个小时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 就YouTube每一分钟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 你怎么保证你上传的这个视频能够脱颖而出呢 比如说同差不多的内容 那大家都是上传 大家都是把这个视频上传到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 那怎么保证你的这个视频内容可以脱颖而出呢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如何使用AI技术来帮助你更好的去运营你的频道 哪怕你没有太多这个YouTube的比如说运营的基础 或者说是你之前没有接触过YouTube运营 那我相信呢你通过这个AI技术 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那对于这个YouTube的日常运营呢 我大概的分为了这五个部分 那其实这五个部分在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AI的工具当中 都可以去实现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于它这个内容的部分 内容的部分呢你可以理解为 比如说你这个视频内容 你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你要有个大概的这个内容主题在里面 第二个就是社区运营 那社区运营这个板块呢 其实如果你是新频道可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举个例子 因为一般这个社区运营更多的时候 是对于有些粉丝基础的频道 比如说你这个粉丝你这个频道有一定的粉丝基础 有两万多的粉丝或者五万多的粉丝 那这个社区运营的部分呢 可以帮你更好的跟你这些关注你的粉丝去产生一个互动 下面呢就是这个标题 当你在YouTube上面去上传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给你这个视频取一个更好的标题 一般来讲我们取的这个标题可能就是说 简单的描述一下我这个视频 比如说这个视频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那我就以这个视频的内容来做一个标题 当然没问题 那怎么样把这个标题写的更吸引人 今天的这个AI工具可以帮助你 下面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视频描述 视频下方的描述部分 你可以对这个视频来做一些描述 因为这个视频描述部分 如果做的比较好的话 对于你这个视频的优化跟排名是有一定帮助的 所以这个视频的描述部分 你也不可以忽略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标签 标签呢就是说你这个 你可以你要给这个视频加一个标签 比如说你这个视频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方来讲YouTube的运营呢 你可以理解为这五个部分 那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如何去透过YouTube的这个AI技术 来帮你更好的去运营这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内容 举个例子 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想去做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想去做一个频道 但是呢我这个频道的内容 我应该怎么办呢 介绍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AI 你可以在这个AI的工具里边 去输入一个比如说同类型的这个频道 比如说你想要去做跟这个频道 差不多的内容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频道 它大概都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哪怕你想要去做这个同类型的这个频道 那可能你后期还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但初期你可以以这个频道为例 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啊 或者说是竞争对手 然后你在AI里边呢 把这个频道的名字输入进去之后呢 它会给你的标记 可以根据这个它产生的这个内容来创作 就有时候呢 我觉得对于那种 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内容 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星期啊 或者下个星期 你不知道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给你提供一些灵感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社区运营 社区运营呢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跟刚刚这个标题也是一样的 主要还是输入你这个频道的名字 接下来呢 它会根据你这个频道已经上传的一些视频来做一个分析 然后来帮你自动生产一个就是这个社区 社区运营的一个 话语数 就比如说这个话术一般都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你希望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本质就是希望跟你这个频道的粉丝产生一些互动 对一会儿我会再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标签 这个标签呢 你可以去把你这个频道以前的这个标记输入进去 接下来呢 这个AI会帮你自动创立三个标记 你可以去挑选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再去做 再去 就比如说再输入 然后再创建一下 根据你以前的这个标记 去创建三个新的标记 下面一个部分就是视频描述 它也可以根据 它可以根据你这个视频的标记 来创建你这个视频的描述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看到很多用户 可能就不懂的 就是这个视频标签的制作 那它这个AI技术也可以帮助你自动生成这个标签 那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它这个AI大概率可以帮你做哪几个部分的工作 那下面呢 我就直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它这个工具到底是如何使用的 它可以如何帮你更好的去运营你的这个YouTube频道 那我现在呢 其实就已经来到了它这个工具的页面 它这个工具的名称呢 叫做Morice 让我下面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这个工具的如何去使用 它这个工具的使用呢 是这样子的 你会看到我现在来到它已经来到它这个主页的部分 它这个工具其实非常简单 你会看到它右下角有一二三三个按钮 那我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它第一个features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它这个Morice 它这个AI工具的一些特点都在里面了 标记tax标签然后社区运营都在里面了 它就是已经做它已经基本上把这些重点都告诉你了 下面但是呢 有一个部分就是它这个软件是要付费的 它这个AI的工具是要付费的 它这个付费是怎么付费的呢 它是有二十它是二十九美金一个月 如果你是按月支付的话 那如果是按年支付呢 你是可以节省25%的 但是你不要着急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使用这个付费 它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先去使用它一个免费试用的 我也会把我的邀请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我的邀请链接进去呢 它有一个三天免费试用 就是你可以先试用三天 如果你觉得这个软件不错 那么你接下来可以使用月付 或者是使用这个年付来进行付费 因为如果你是长期运营的话 可能年付的话会更划算一点 然后呢 它这个软件是如何注册的 也是比较也是比较神奇的注册方法 因为一般的软件你可能要输入邮箱什么 它这个软件呢 你只要准备一个邮箱 然后点击右侧的这个黑色的按钮 然后呢 你把你的邮箱输入进去 它会有一个邀请码 然后呢 你到你的邮箱里 把这个邀请码复制过来 然后输入这个邀请码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登录了 我就直接给大家演示 它这个后台是如何操作的 那我现在呢 就已经来到了 它这个Moraes AI的这个后台 这个部分你会看到 它这个工具的这个部分呢 它有六个部分 它第一 这六个部分就是 我刚刚分别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就是Ideals 还有这个社区的 社区的发布 还有视频的标题 描述和这个标签 然后还有一个 没有开发的功能 就是后面 你会需要去使用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就是这个 目前主要就是这五个板块 那我现在直接给大家演示 第一个板块 就是这个Video Ideas 它这个Video Ideas呢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只需要在这个部分 直接去输入 它这个YouTube的这个名字 我现在就随便打开一个YouTube 我也不知道 它这个YouTube是做什么的 我随便找一个YouTube频道打开 比如说我现在去打开一个YouTube频道 它这个名字呢 一般都是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YouTube 现在它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频道 它都有一个名字 一般这个名字呢 都是以这个频道的名字 或者说是频道名字后面加一些数字啊 或者代码为例 我现在就随便打开一个这个频道 我不知道这个频道是干什么 因为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复制一下 它这个频道的名字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直接把这个名字粘贴过去 然后我直接点击右侧的这个Generate 就是生成按钮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目前就已经在开始分析 它这个频道 然后分析了这个频道之后呢 它就给你生成了一个内容的名字 它给了你一个名字 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名字 来创作你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你觉得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去生成 它还会去给你生成其他的一些内容 其实主要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它根据你这个频道的一些内容 然后抓取你这个频道的内容 然后根据你这个频道的内容 来创作一个主题一个内容 那当然你说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继续再去生成 这个主要就是它一个视频ideal的功能 就是帮你去产生一些新的灵感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AI来帮助你 比如说你之前的这个频道 主要都是关于开箱的 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呢 可以来就是有一个新的ideals 比如说我可以去做一些什么类型的开箱 对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个是标题的部分 这个是视频创意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community post 其实就是社区运营嘛 这个社区运营我也同理 我还是以这个频道为例 我直接粘贴过去 然后我直接点击生成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会生成一个一段话术 这段话术呢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种互动类型的 你会看到它现在就是会告诉你 比如说你希望 你会问你比如说什么样子 什么类型的这种开箱 最夺人眼球 一般都是带互动性质的 社区发布内容的一大特点 就是带互动性质的 然后后面我在下面一个部分呢 就是对于这个video title 它这个视频标题呢 其实你要知道 我们给视频取一个标题不难 但是你这个标题又要能 又要能说出重点 同时呢你这个标题要有一定的特点 其实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随便打开一个内容 然后我还是以这个频道为例吧 我随便打开一个标题 我直接复制它一个标题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它这个频道 它这个频道好像大部分都是跟绿植相关的 我随便复制一下 比如说我复制了这个 OK 然后呢我现在来到了它这里边 我把它的这个标题输入进去 然后我直接点击generate 点击生成 它会生成三个视频标题 然后你会看到它这个视频标题 就会跟你以前的这个视频标题来比 可能更独特一点 那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 你可以继续去生成 就是说它可以给你这个视频标题润色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标题可能做的就比较简单 我就比如说你这个你的标题可能就是说什么什么是开箱 那它可以它可能这个通过AI呢 帮你这个标题做的更加的独特一点 那下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描述 这个视频的描述呢 它其实是你就是你只要简单的输入一个视频的标题 比如说现在粘贴过来然后直接点击生成 这个时候呢 它会根据你这个视频的名字 就是这个标题来生成一个视频的描述 然后你会看到它最后呢 还会给你加入一个tags 然后就比如说它这个视频的这个描述部分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的描述加到你这个视频的 你可以把它的这个 你可以把它生成的一个部分加到你的这个视频描述里面去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就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视频的标签tags 就是那个它这个视频的标签这个部分 也很有意思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视频标签 比如说你它这个里面呢 就是你可以去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视频的标题粘贴过来 或者说是你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标题 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视频都可以 那我现在我还是以刚刚我粘贴过来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标题 我直接就粘贴过来 我看它到底给我生成一些什么样的标签 稍等一下 就比如说我直接点击粘贴 然后直接点击generate生成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根据你的这个标题来自动生成一些tags 就自动生成一些标签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自动生成了这些标签 你可以直接就是copy过去 然后放到你的频道上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些标签 或者你觉得这些标签不够好的话 那你可以去换一下这个标题 或者换一下这个内容描述 然后你再去生成一些新的表现 然后除此以外呢 就是它这个工具里面还有一个特点 它这个工具里面还有个什么可以用呢 就是有一个大写的大写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会看到这个里面 你比如说我还是以这个频道为例 你会看到它这个频道上面呢 基本上它这个标 它这个标题里面呢 都是就比如说手字母是大写的 后面就是小写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帮你去生成 你可以帮去生成一下 它直接帮你就把这个手字母变成大小写 然后直接就去粘贴过去 就其实也是一个基础运营的工作了 就一般来讲 这些工具可能你都用得上 然后它在这个AI工具里面 都有帮你去就是整理了一下 然后这个呢 其实就主要就是它这个 Marie's YouTube AI工具的一些功能 就是主要就是ideals啊 然后社区运营 然后视频标签 视频描述和视频text 那包括未来 我相信它还会有一些新的功能发掘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它这个Marie's YouTube AI的工具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还会去分享一些 其他的AI工具 比如说有一些AI工具 可以帮你更好地去选品啊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帮你更好去运营你的这个频道啊 运营你的这个社交媒介 比如说你要去运营YouTube TikTok 那我已经发现有一些AI工具 是可以帮助你 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 这款Marie's YouTube的AI工具 然后我也会把 邀请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都会尽量的恢复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就要这里了 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